虽然比较近林索的情供 民众对工业家要抓紧 一定有意义 今天的工业快报 邀请到楼清处处长 丹义寒 就算为乡亲来说明 楼清处处长成一案基础 楼港若是比较近 隔离治疗期间 可以签驾 构筑不可靠划专近的资金 还可以以楼报 几年千年相变的机会 若是经过认定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来阅役 顾助应该要给他们工业的病假 并且预发支付工资保障 还有比较医疗费用 我们知道如果你确诊了 大概会收到一个书面的 确诊治疗通知书 那有时候可能 时程上问题 没办法马上拿到这时候怎么办 大概可以透过手机 我们的全面健保行动 跨一通APP 给一个查询 的画面来做截图 这样的截图 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完整的请假的附件 跟老板或人力支援部来做请假 这是可以的 这是健保快乐痛的APP 阳性证明的检测结果 那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在你马上确诊 马上请假的时候 这一定必须拿出来 你可以先口头跟老板或跟人资部门说 我已经有症状确诊了 那我是不是在什么时间内 我再补这些证明呢 在30天内补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认定说 这是一个完整的请假程序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你确诊了 关于劳保的部分 劳保伤病 伤病给付该怎么清零 首先看到到底谁可以清零 当然第一个 你必须是参加劳工保险的被保险人 那因为确诊 而减少了工作的工资 所以你就有资格来清零 我们要是什么样的状况下才能清零呢 第一个 我们知道一般的劳保的伤病给付 必须在住院 才可以申请给付 但是这会疫情 所以中央政府也放宽规定 不管你是收拾在医院 还是在家庭館集中检验所 防疫旅馆 甚至你在家里进行居家照护 都可以来申请 这一个劳保的伤病给付 所以我们把整个认定的标准都放宽了 那接下来说 那可以领多少钱 这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 如果你是确诊者 有7加7 当你的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 可以开始领这个老保伤病给付 那就按照你 淘宝前六个月的金额 平均薪资金额 的50%来补给你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样做设计 大家跟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请病假的话 刚讲请病假老板是有付一半的薪水给你 那另外这50%就是老保局的伤病给付给你 举例说如果我们月薪是三万块 我们整数 当然投保薪资不是整数 我们整数来说 如果你一个月薪水是三万块 那你日薪就是一千块 那我们可以领第四天开始到第七天 就是四五六七这四天 那四天的50% 就是两千块 你可以领到两千块的这个伤病 伤病给付 那另外的一半 就是原本你薪资一半 那你请病假 所以就是雇主端就付给你了 那是因为更大家人 还是更清晰的是有较近 他基加个理 还是为了照顾生活 不能阻力的个理 还有还有减油的加速 可以车 让他的个理加 顾住都应该尊重 并且不可以是为空缸 招并落缸 医疏家 还是其他的家别来处理 也不可以靠法专业的重金 改革 还是不理的出份 民众如果有相关疑惑 可以来卡电位 他的管政府 留清楚 留主管训客来策顺 这次是我们将会使用 该关彩虹报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义县长翁张良 随着疫情的升温 我要提醒大家 新冠肺炎的确诊 以轻症为主 确诊者做好门诊 分流 不恐慌 体谅防疫人员的辛苦 让医疗量能 能够保持顺畅 病患获得最妥善的照顾 如果你是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 居家检疫者 使用家用快筛 检测阳性 不用怕 请连结视讯诊疗 由医生直接看诊 以及通报 就会收到卫生局 以及疾病管制署的 确诊简讯通知 然后主动连结 中央疫调回报系统 就会收到 居家照顾隔离处置 记得资料填写 一定要正确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类人员 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 一样 不用怕 将你快筛试剂包好 携带健保卡 自行开车 或由家人载送 前往四大医院 防疫门诊 做PCR检测 报告未出来之前 请在家一人一试 以家人分开 请勿 恐慌 如有呼吸困难 气喘 胸闷 以及持续的胸痛等紧急状况 请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医院诊疗 最后 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问题 可拨打关怀中心的电话 05-362-1150 由专人为你服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